郭麒麟身为德云社的少班主 自从出道以来就备受关注 本身他爸爸郭德纲的名声在外 郭麒麟又是德云社的少班主 自然是上台就是抛梗最多的那个 一不清余年让观众看见了他的可塑性 在剧中郭麒麟饰演的范思哲呆萌可爱 是个算术天才 其中一口气将买卖《红楼》这本书的账 算得分毫不差的那段台词 真的是令人看见了相声演员的台词功底 近日备受瞩目的第13届澳门电影节颁奖礼如期而至 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郭麒麟了 25岁的郭麒麟就斩获了澳门电影节的弑地 对于此次拿到最佳演员大奖 郭麒麟也是相当激动 表示我师父于谦老师两年前在澳门拿了最佳男主角的奖项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传承 也算我没有辱墨师门的名头 不少朋友感叹 郭麒麟小小年纪就拿到了试地 未来可期 值得一提的是 于谦老师也是亲自出席这次的第13届澳门电影节 跟任达华和张寒宇一起并排而坐 标志性的黑色大褂衬得于谦老师整个人精神奕奕 在面对自己爱徒郭麒麟这波获奖发言的时候 台下的于谦老师双眼含泪鼓掌 对郭麒麟的这番成就表示欣慰 一提起郭麒麟 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他是郭德纲儿子 德云社的少班主能够活起来全都是靠着父亲 而如今郭麒麟凭借电视剧《坠序》中的宁毅一诀 站在了金莲花的领奖台上 拿到了本届澳门国际电视节的最佳男主角 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面对突如其来的殊荣 郭麒麟淡定从容 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他不再只有郭德纲儿子这一个标签了 他还是优秀的相声演员和影视演员 在此之前 郭麒麟的师傅于谦 还拿过澳门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 一个影帝一个世帝 他们师徒俩在各自的演艺道路上算是圆满了 郭麒麟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已经慢慢改变了大家对他的看法 而且郭麒麟为人谦逊 懂得谦让 踏实努力 总有一天会完全脱离他父亲的光环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表演风格的演艺之路 未来的郭麒麟必定前途无量